今天在家吃烤肉 现在去买点烤的肉 OK 现在去买烤肉 这是猪大骨 日本国产猪大骨 这个折合人民币20多块钱一盒 可以买来冻着改天炖汤和猪大肠 不到30块一盒吧 OK 主角到了 这些羊肉一般30多40多块钱一小盒 这是澳大利亚产品 日本是国产的会比较贵 这是今晚上要烤的主角 这边河流国产牛肉一般几十块钱一盒 这里的都是五遍都是六七十一盒 反正不到100块钱 然后这边国产 这个国产牛排 这国产牛排应该折合下来 六七十吧 我的规律算得不是很清楚 这边都是赤身 都是普遍不到50块钱一盒 但是今天我们是烤肉 就不考虑这些了 请看大瓶肉 这个瘦盘子 十几人民币 反正大概十五人民币还是十三人民币 这样有万三里 五百多二十多人民币 就这么几根 OK 现在去买单 总共花了多少 四千多 两百多 反正不到三百 四千七百三 这个灯打开 散瞎了 这在楼下院子里剪的枯树枝 准备一下这个碳 今天买的碳 一块就够了 一块就够了 你的猪蓝筋 猪蓝筋没办法 想去用这个木桶来扫兰 你赶紧去拿阻挽机 帮你听过一句去 样子好 好的 我去拿阻挽机 还是用阻挽机 这个唱首就在下 这个要放下面 我来 那自己柴还要吗 都要了 拿远一点 一会儿它粘太大了 有无情铁的手 别把我们加点燃了 小心这个火星 回到哪去 小心 来 可以夹到这里面 再倒点酒 专业的烤肉小味 来自贵州的纯正的辣椒米 烧烤专用 我可以站着稍微 来先让烤肉师傅吃第一块 好吃吗 该我来第二块 日本河流和贵州辣椒面 什么都不用加 就这样直接烤 烤完之后直接蘸辣椒面 酱油都没有用 日式炸好吃 你吃你吃 这是我们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吧应该 下次我们肯定就在户外了呀 就不要在家里考量 这是一次我们去户外活动之前的一次演习 在家里二楼阳台的一次演习 演习成功以后我们下一次就去外面了 OK 开始烤虾 这虾一烤就红了 这两只香蟹在一起 干杯干杯 烤羊肉 羊煎肉 煎饭的肉 这盒羊肉 半价 原价也才50多 因为是明天过期 所以他半价的话才20多 反正不到30块钱 把羊肉铺全部铺满 就这样就这样 完美 小羊肉 第一块我就自己吃了 稍微有点小糊 但是也很好吃 这块比较肥 最后一道 煮个新拉面 其实一块面饼是吧 那差不多了 好 2000年以后 2000年以后 看一下这个不吃葱的人 多么有耐心 这微弱的火光 我看别人都是拿那个瓦斯炉烧 咱们这边厨大了就是一个 慢 慢生活 让生活慢下来 这个人 他居然睡着了 这还是富士山下的水 真的呀 没有虚假宣传 你看 200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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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了 好 真好吃 最后和大家告别了 就录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下次户外见 拜拜 下次户外见 拜拜 拜拜 这次演习结束 再见